不畏权贵唱战歌 只畏苍生说人话 自由发声 来自大陆的声音 感谢大家来到自由发声 我是来自中国大陆的007 首先我要一再的感谢大家 对007来自大陆的自由发声的 关爱和对我的鼓励 很多朋友呢 对我有一些批评还有建议 比如说我说话的声音有点慢 节奏有点慢 我想说明一下 本来呢 007本来也不是一个非常专业的主持人 口才也是有限 小时候呢 我非常喜欢听收音机的夜间节目 所以说可能我在某些时候呢 就说话有点慢 节奏有点慢呢 我就想做一个 以前是想做一个深夜的DJ 要用一种稍微舒缓一点的节奏让大家 让大家在静静的安静的听我说一些心灵上的沟通 但是我没有想到我会做这样的节目 那么大家可以把这个速度调快一点 或者是我尽量的把节奏放快一点 希望大家能够满意吧 就在今天6月20号 习近平要访问朝鲜 在6月20号和21号这两天对朝鲜进行访问 这是习近平首次去访问朝鲜啊 我们知道朝鲜的金三胖呢 到中国是来了15次了 偷偷的来光明正大的来都有啊 我先来跟大家介绍一下 我们中国大陆人对朝鲜的一个观点和看法 普遍的网友们的看法 朝鲜就是我们的昨天 40年前的中国就是现在的朝鲜 40年前的我们中国和朝鲜是一样的 有一个红太阳啊 有一个伟大光荣正确的剁手 或者是一个伟大的不得了的 比太阳还要伟大的宇宙的中心的一个毛泽东带领架 就像今天的金三胖一样啊 都是那么的伟大啊 当然除了这个领导人是个很胖的胖子 很伟大之外呢 普通的老百姓 基本上饭都吃不饱 衣服也没有几件 甚至还会饿死人 极度的贫穷 极度的落后 人们都生活在恐惧之中 没有任何人可以独立自由的发出自己的声音 我们都被伟大的一个太阳给代表了 就像今天的朝鲜一样 所有朝鲜人民的声音 只能由这个肥胖的金三说出来 所以说我们很多网友啊 都是这么一个观点 当然在我们中国大陆众所周知 我们不能发出自己的观点 到目前为止也是这样的 所以说很多网友呢 都是用春秋笔法 或者是春秋笔法 实际上就是借骨欲经啊 或者是指伤骂怀之类的方法 来对朝鲜啊 编一些段子啊 调侃啊 实际上朝鲜金三胖啊 是我们中国大陆最喜欢调侃的对象 讽刺的对象啊 比如说金三胖对待他的手下的人啊 用什么犬决 就用狗鸟死啊 用炮来打死啊 或者是用 甚至现在听说还用那个吃人鱼 把那些人去解决了 比如说我们都知道的朝鲜的二号人物 以前的二号人物 他的姑父啊 就被他是用那个狗咬死的 我们大陆人叫犬爵嘛 我们也经常调侃啊 调侃他 比如说我们大陆的网友啊 经常就调侃 我们是宇宙真理持有者 银河系的大将军金三胖 你敢对我们宇宙大元帅金正恩 有什么意见的话 小心我们把定点 用那个黑武器扎死你 之类的调侃都很多 当然 也有很多网友 从比较的角度来分析这个地区 朝鲜半岛 从卫星地图上我们也可以看得到啊 韩国是灯火通明 一到晚上 但是朝鲜就是一片黑的 漆黑的一片 那么在金三胖他们的领导下 金家王朝啊 领导下 他为什么在这个世界上变成一个如此封闭落后 而且充斥着野蛮的这么一个国家 而他的隔壁跟他是同文同种兄弟一样的邻邦 韩国却成为一个亚洲进步最快的国家 我们不需要批评朝鲜好不好 我们只需要看看对比一下和韩国相比 一个如此发达 能进入全世界前十名的一个发达的经济体 就像当初的西德和东德一样 反差是如此的巨大 一个连饭都吃过饱 经常会饿死人的地方 旁边是一个吃的肚子饱 到处都是胖子的一个韩国 成为全世界很重要的一个经济体 这种反差呀 你用一万个解释 一万个理由 都显得苍白可笑 我们大陆的网友啊 也经常用词来提醒我们 我们中国大陆的人 为什么像金山这样的 世西网替的一个王朝 到底好不好 政治制度好不好 很明显是政治制度的问题 那么不用举例子了 看看朝鲜 你想过朝鲜的日子吗 我们会经常提醒我们的其他朋友 网友们 因为朝鲜就是我们中国的昨天 我们今天只不过比朝鲜人的步子 稍微往前走了那么一百步 由此我们中国人最喜欢调侃的一个段子就是什么呢 每一道朝鲜战争的纪念时刻的时候 我们很多很多的网友都会供上一碗蛋炒饭 会说一句感谢美国飞行员 这个仪式啊 在我们中国网友中几乎成为了一个普遍性的现象啊 当然很多外面的人可能会不会理解 怎么会在这一天要炒一个蛋炒饭 或者把一个蛋炒饭的图片在网上面来 还要说一句感谢什么的 美国飞行员什么的 那为什么会这样呢 我想和不知道的朋友们分享一下 因为我们知道毛泽东当年的 毛泽东的儿子叫毛岸英 就死在了朝鲜 他为什么死呢 当时的史料记载呢 就是因为他这个人呢 炒了一碗蛋炒饭 炒蛋炒饭的时候呢 就有烟 有烟 有烟的时候呢 美国的飞行员刚好经过呢 看到这个地方冒烟了 就扔了一颗炸弹 就刚好把他炸死了 毛岸英死了呢 毛泽东就没有后代了 我们中国呢 就避免了成为像金家这样 金一代金二代金三代 我们中国人就避免了这个 我们就不存在毛毛二代 毛毛胖胖 毛二胖毛三胖了 对不对 所以说我们中国大陆的人呢 不仅仅会炒一碗蛋炒饭 或者是放一个蛋炒饭的图片在那里 我们还会说一句 多谢美国飞行员 这个调侃呢 实际上并不是对毛岸英不敬 而是我们对这个现实 有可能会成为皇帝的 毛胖胖 和毛二胖 毛三胖 像朝鲜这样的生活方式 我们的不满的一种表达 我们中国的大陆的朋友啊 大部分人呢 对朝鲜是非常的厌恶 正如我们验入 四十年前的我们一样 我们不愿意回到那个 专制黑暗 饥饿的年代 所以说我们在中国的网友中啊 有大量的讽刺调侃朝鲜的段子 所以说呢 习近平上台之后呢 他想重走毛时代的路子 有点想把我们中国人带向朝鲜金山胖那种感觉啊 比如说他搞什么个人崇拜啊 跟朝鲜金山胖平凡的会面啊 他大量的扶植国有企业啊 还有就是到处讲政治啊 让民营企业的生态恶化 对民营企业的打击 已经事实上让我们中国人对他的厌恶啊 越来越强烈了 最后啊 我想来跟大家分析一下 为什么在这个时刻习近平又突然高调的访朝鲜 实际上我们可以看到啊 习近平在全世界到处撒钱 撒钱外交 撒钱外交 本来我们中国人都很对这个就很不满意了 而且他还往朝鲜这样的国家撒的话 我们肯定就更不满意 这里我就说两个原因啊 一个是习近平本身他红卫兵出身了 应该是跟他受的教育和他的认知有关 第二个原因呢 就说明习近平这个人啊 就如同古代的皇帝啊 这个皇帝呢 特别残忍自私 而且不开明的话呢 他的身边肯定是一帮马屁精小人 这些人呢 是会迎合他拍他的马屁的 而不会真正的给他提意见 说出事实了 也就是说他为什么会一意孤行走到今天 这两点我认为啊是非常重要的 那么他访问朝鲜呢 很明显就是一个双簧表演啊 习近平跟金山胖啊 他们两个自认为高明的一种双簧表演 第二个呢 还有他就威胁啊 因为毕竟呢 朝鲜绑架了三千万人 习近平认为他也绑架了十四亿人 这些人呢 没有思想 也没有人权 也没有自由 都是他们的奴隶 那么绑架了这么多奴隶的 他们这两个奴隶主呢 就想办法 想方设法的呢 能结盟 这样呢 才能制造更好的筹码 他就是把我们这两国的人民啊 当筹码 来跟自由世界来交易 来谈判 来威胁 所以说我们可以看得到 金山胖到中国来 习近平给他一种超级的待遇啊 那简直是什么文工团啊 歪嘴的茅台啊 什么能上什么都上什么 横地毯呢 就不用说了 可想而知 如果习近平到朝鲜去 金山胖对他的这个礼节啊 那应该也是毫无疑问的 张登劫财啊 举国欢信啊 有肯定也有盛大的仪式之类的 因为这个世界上啊 像他们这样的专制奴隶的国家呀 越来越少了 他们这样的老朋友 也越来越少了 他们是路过坟场 吹口哨啊 要给自己壮胆 好了 今天的节目我就说到这里了 那么我们拭目以待 习近平和金山胖 他们两个能不能要挟自由社会 能不能够把我们这两国的人民 作为他们的炮灰 作为他们的僵尸 作为代价 威胁这个世界呢 我们拭目以待 感谢大家收听今天的自由发声 我们下次再见 感谢大家 欢迎订阅